发放的过程当中呢 也看到了许许多多温馨的互动 志工们是用这样的一个 虔诚的还有恭敬的心 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来祈祷 同时也双手将物资送上灾民的手中 而其中有一位的灾民叫爱丽丝 他前来领取物资的时候 听到志工们分享慈祭的竹筒岁月的缘起 非常的感动 主动热量了一个竹筒 回去之后他言论向民众目心目快 赶在发放结束之前 他就很有效率的把竹筒带回来了 他这样的行动力 让在场的人士都相当懂了 即使爱客飓风重创德州 已经将近一个月 灾民的情绪依然相当激动 因为很多人在这次的风灾中失去的 可能是一辈子的心血 怎么叫人不难过 88位刺激志工来到杰佛逊郡展开第四站的发放 来自七个小镇 包括820户 2412位灾民 前来领取物资 每户有一张500美元的限制卡 和可以带给人温暖的毛毯 这位灾民带着小孩前来领取物资 在普天三无手与各的带动下 发现自己并不孤独 因为有人是发自内心的在关心着他 还有这位随身携带呼吸器 65岁的单身男子 在领取物资时 不不得大男人的面子 几度哽咽 眼泪 终究还是滑落下来 每位灾民在这次风灾中的损失都极其惨重 每个人都有他心酸的故事 不过在心酸中 却见到人性善良的一面 这位灾民叫做爱丽丝 他在领完物资后 镇养了竹筒回家 沿路向人护行木款 赶在最后时刻 把竹筒再拿回现场捐给自己 这是最终的利益 我刚才来到早上 我回来 等待到汽车 为了个小的国家 所以我鼓励你 我愿意到每天 我回来做 爱丽丝的大爱 算一算有186块多美金 汇聚多人的爱心 让爱得以在这个小镇中循环 这也是灾民的一份心意 还有能把内心的感谢写出来 这也上人 感谢您做的每一件事 某州爱丽 而在发发现场 一位曾经参与内战 失去双腿的老先生 刚好过生日 司机志工也当场献上温暖祝福 另一方面在德州分会 慈激志工则是协助灾民申请补助 每一个桌子坐着一位慈激志工 希望在繁复演则的手续中 灾民都能顺利完成配套手续 风灾虽然无情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不论是慈激 或是美国政府 这些援助 都是灾民能够继续往下走的最大动力 大爱新闻 美国德州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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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